大家好,今天是3月14日,星期四 市仍然在170区附近,有所要整固 今天是升一半,以板牌來說升一半跌至一百一半 我還要找其他主要重要的就是看看汽車在這裏 然後是銀行在這裏,基本上是跌的 煤炭在之前曾經很威猛,現在又下來了,保險更加排在尾 最重要是看看地產,地產在這裏比銀行還好少少 地產更有輕微的上漲 以其他各個看看的板牌來說 綜合企業都升上來,以前都排在尾這麼齊的 這些東西都升上來,證明世界上都是什麼事 都是突然間翻盤,其實這些翻盤代表這些東西是 不行持續地上升,不是大事 貴金屬的東西又升上來,只是金屬和礦石比較好一點點 好了,再其次看看就是綜合企業,綜合企業就知道了 太古可以升得好的時候 因為昨天這個是293去賺錢 293裡面,就是國太,歸它,所以它就升了 再其次呢,就是金,最主要是金架一路上升 所以這些就是紫金,寧寶,山東,焦金,這些全部都升 白銀也有金升的,但銅銅銅也會升的 再跟著我們看看就是抗鐵石的東西 這個需要留意,為什麼要留意呢? 因為很多這些,如果當這些是有色金屬的那顆星的話 就代表工業是做得很緊 不要看這些細小的東西,就看有些,譬如說 稀土、中國石墨、洛陽木業這些東西的話 就代表它一路是做得很緊 法學製品也一樣,當然如果法學製品是好的話 就是代表工業也可以向好緊 所以在接下來那個月的時候,所有的PMI等等 都應該可以好一點點的 零售方面就很矮壓的,這些都不夠一元的東西 再去看這個是反法 反法今天呢,大牛龜全部都下跌 大牛龜基本都下跌,若明什麼 對於這個就是入名系那樣東西來講 或者其他那些跟美國有關係的那些藥系呢 你不用想的了,美國都一定把握你的了 唉,他們唯一喜歡吃的是吃鴉片的 現在他們的鴉片也是改了的 改了的,就是你很多 人家,或者在醫院裏面給你一個止痛藥 其實是鴉片提成的 他們也都可以在這裡很容易買到的 這些藥應該是一般是需要廚房的 不過那邊是可以的,搞到就可以了 這件事是中國人,美國人喜歡自己吃藥 那就算了 那再去其次呢,我們看看這個 啊,不可以的 看看這個 這個,誒誒誒,對不起 看看這個,誒誒誒,對不住 看看這個,誒誒誒,誒誒誒 看看這個,誒誒誒,誒誒誒 大家就懷孕之一對